随着2023年春节临近,旅游市场逐渐升温,海南作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吸引众多游客前来,而自由灵活的房车出行成为不少游客前往海南度假的新选择。 1月20日,记者在海南某房车营地里看到,不少房车一字排开,车主与家人们坐在房车旁架起椅子晒太阳,做饭聊天,享受假期时光。 不少车主在受访时表示,相比飞机火车等直达的旅游出行方式,房车既是车又是房,可随走随停,能够在车上解决住宿吃饭的问题,自由度更高,能为他们的旅途提供多样化的选择,就像一个移动的家。 想去哪儿去哪儿,还有好多一部人坐着飞机坐着什么来的,然后到这里,你要这里有亲属的可以住,没有亲属你还得去住宾馆,吃什么都很不方便。 我这里就很方便,跟在家一样,就是个移动的家。 房车就像我的家一样,然后车外面呢就是一个世界,车里面呢就是我的家。 没买房车之前,我们呢要找一些宾馆,因为有时候带着孩子出去,然后吃住都比较麻烦一点,然后有时候宾馆呢就像小一点的,不像家里面卫生。 有时候高峰期的话,旅游高峰期它就比较贵一点,然后呢房车呢随时随地就可以住,随时就可以自己做点饭,干净比较卫生。 游客开房车从其他省份来到海南,他们在沿途中观赏不同地方的景色,吃各种美食。 不少车主说,房车旅游是在沿途中感受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,而不是有明确终点的赶路。 我们开着房车呢,我们是在感受路,而不是在赶路,然后呢是沿途感受着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,人间美味。 像这边海南,这边的话,这椰子树,哎呀,真的好看,说实在话。 这个天空啊,海啊,大海啊,真的是我觉得太美了。 我老公就最喜欢看的就是沿途的风景,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去农茂市场。 我们就想感受一下这个一路走来,就这个中途的这种感觉,而不是为了赶路到三亚。 我想走到哪,就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,我喜欢这样,我不想要像赶路有一个目标,我就要去哪,我是比较随意一些,这样我觉得比较好。 针对海南刮起房车旅游风的现象,海南省旅游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孙向涛表示, 海南气候适合房车自驾游,各A级景区房车营地设施建设逐渐完善,房车价格下降,不再是奢侈品消费,受众群体随之增加。 房车的品类,包括价格啊,它都降下来了,就跟游艇似的,以前都认为是奢侈品,奢侈消费,但近几年这个价格下下来之后都评价产品了,游客选择的也比较多一些。 近两年的话,这个房车的这个品牌类型越来越多了,很多个车企都开始做房车,一企业一多,那自然价格就低下来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